我们要做那些鹿鹅 所以要把那个腿要等于它要砍掉 对 砍掉才在那个窝里除了那个翻滚 如果说有这翅膀或者这脚在那支弄着 可能就翻不过来 将会过来放得不好看 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相对圆润光滑的一个造型 它就可以在锅里面翻动起来了 是不是 对 等于它把那个鹅放进去 把什么放进去 那个焊坑螺 把坑螺放到鹅肚子里去 是啊 是啊 不同的 我们那个跟你们外面那些不同 哎呦 大姐很自豪 不同的 将鹅去除内脏后 首先涂抹上生抽 老抽 充分按摩十分钟 再将鹅掌 鹅翅也一同按摩入味 鹿在广东一些地区的方言中 有滚来滚去 不停翻转的意思 鹅在高温热油中翻滚 对厨师的要求极高 一不小心 热油就会溅到手上 据说传统的鹅鹅并没有加入山坑螺 但考虑到女儿对螺肉的喜爱 刘大姐借鉴了龙门客家人做酿菜的手法 将山坑螺酿入鹅腹中 大姐 现在咱们可以把坑螺倒到这个鹅肚子里头去了 是不是 要放进里面去 放进里面 山坑螺填入鹅腹之中 再加入几片野岩碎 去腥蹄味 钢签封口 下一步就要开始最高难度的环节 鹿 我知道这个鹿跟炸还不一样 所以它不用放那么多油 八十度左右 您说是等油温到大概八十度左右 对 对 对 可以开始鹿 有泡了 有泡了 是 鹿是整道菜品成败的关键 诀窍就是翻滚 翻滚 再翻滚 首先 油量需要精确控制 锅里油太多就成了炸鹅 油太少则容易使鹅肉焦糊 其次 必须快速翻动鹅身 让其与锅壁充分摩擦 将油脂逼出 你看 我知道为什么大姐不拎脖子了 因为这个放了很多锣之后 它变得很沉 如果说用拎着脖子来转 它就转不动了 所以这必须得双手离这个油特别近 煎香的鹅身 仿佛披上了黄金甲 接下来 刘大姐就要施展她的调味魔法 重新起锅烧油 八角和姜首先爆香 加水后再投入黄片糖 白斧乳 陈皮等多种调料 待汤汁浓稠时 将金黄色的鹿鹅和鹅翅 鹅掌一同放入 我们要过十分钟就放一下那个鹅 要翻动一下 是 要翻动一下 把那个鹅要倒均匀一点 细火慢煮 是保持鹅肉嫩滑的关键 随着慢慢油表积离 凝敛风味 香气渗入鹅腹之中 炖煮需要四十分钟 等待的时间里 刘大姐又端出一种奇怪的食材 看起来有点像山药 像这个地瓜似的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叫粉蛤 都是我们当地自己种出来的 粉蛤是富含淀粉和纤维的植物根精 新鲜粉蛤去除表皮 切成薄片投入汤中 本以为此时只需静待鹿鹅出锅 没想到最后还有一个重要步骤 而这正是让鹿鹅 从外到内入味的关键 要淋上去是吧 是 淋上去 高一点 高一点 鹅肉焖煮四十分钟后 在最后收汁的阶段 不断用原汁淋在鹅身上 直至原汁变得粘稠 鹅肉和鹅腹内的山坑螺 得以充分入味 鹿鹅表皮油亮 多汁 鹅腹内的山坑螺 吸收了鹅肉的油脂 鲜香诱人 软绵的鹅皮搭配香甜的鹅肉 一口咬下 多种香料带来复合香气 瞬间喷涌而出 这道最具香土气息的鹅鹅 对于职业是舞蹈老师的女儿来说 显得尤为珍贵